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炒韭菜炒鸡胸肉 那为什么要炒韭菜呢? 因为前一阵子回南部 带了很多的韭菜回来 再加上家里的韭菜也长得很好 各位看我刚刚才去采了 这么漂亮的韭菜回来 那南部加台北韭菜这么多 该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把过多的韭菜 我把它冷冻起来 那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就好了 就像这样子 这是我前几天把它冷冻起来的韭菜 已经有点像葱花一样 各位可以看 等一下我再打开给大家看 那我想说把它冷冻起来要用 就随手可得就对了 东西就是这样拿 你不整理的话 过几天都坏掉 就是会浪费掉 那今天采的我就暂时不用 我们就来用冷冻过的韭菜 来炒鸡胸肉 我打开来给各位看一下 像天气越来越热 你这样鸡胸肉轻炒韭菜 就非常爽口 也不会太油腻了 然后各位有来看 这是我切的韭菜 一小段一小段的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你今天想要配鸡肉就鸡肉 配猪肉就猪肉 就是很搭就对了 那这样是不是 好了 所以我就准备了半片的鸡胸肉 还有冷冻的韭菜 再来就一些调味嘛 就是那个辣椒 还有一些蒜 蒜头 这样就可以来用了 我们先把鸡胸肉洗一洗 切一切 那鸡胸肉的话你要 我习惯是切片 看各位有些喜欢切丁 或什么都可以 谁个人喜欢 我是觉得切片的话 可能我觉得比较快熟 就切成我老 thanks 所以就是会把鸡胸肉 roller 我第一开拿出来 豆干的就行了 我是买块 是因为切片也可以 都可以的 不是覺得太厚的話 也可以對切 都可以啦 看個人啦 切好 切好 開始來炒囉 這個也是一道非常簡單的料理 因為一般各位有看我煮菜就是很簡單 就是加個鹽巴味素 就是很自然的味道就可以了 好我就開始來炒囉 好 如果比較有時間的人也可以把 先把這個雞胸肉給它醃一醃 比較有味道啦 都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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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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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装起来 好 各位看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它颜色又好看 然后这个就是韭菜炒鸡胸肉 很简单就这样完成了 然后看起来也不会觉得很油腻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韭菜炒鸡胸肉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